成为你自己 这句话如同一切道德格言一样 知意心安 我甚至无法判断 我究竟是否已经成为了我自己 角色在何处结束 真实的自我在何处开始 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 有些角色仅是服饰 有些角色就已经和我们的躯体 生长在一起 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 其结果比剥冲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 我们却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 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 甚至隐居和自杀 都可以实在扮演一种角色 也许只有当我们扮演某个角色 露出破绽时 我们才得以以亏自己的真实面目 人在社会上生活 不免要担任各种角色 但是倘若角色意识过于强烈 我看断定一定出了问题 一个人把他所担任的角色 看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重要 无论如何 暴露了一种内在的空虚 我不喜欢和一切角色意识 太强烈的人打交道 例如名人意识强烈的名流 权威意识强烈的学者 长官意识强烈的上司等等 那会使我感到太累 我不相信他们自己不累 因为这类人 往往也摆脱不掉别的角色感 在儿女面前 会端起父亲的架子 在自己的上司面前 要表现下属的千功 就像永不卸妆的演员一样 人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 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事 依我的兴趣 能卸妆时且卸妆 要尽可能自然地生活 人不易摆脱角色 有时候着意摆脱所习惯的角色 本身就是在不由自主地扮演 另一种角色 反角色也是一种角色 一种人不自觉地要显得真诚 以他的真诚去打动人 并且打动自己 他自己果然被自己感动了 一种人故意地要显得狡猾 以他的狡猾去魅惑人 并且魅惑自己 他自己果然怀疑起自己来了 潇洒就是自然而不做作 不拘束 然而在实际上 只要做作的自然 不漏拘束的痕迹 往往也就被当成了潇洒 如今潇洒成了一种时髦 活得潇洒成了一句口号 人们竞相做出一种自然的姿态 恰好证明 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的时代 对于有的人来说 真诚始终只是他所喜欢扮演的一种角色 他极其真诚地进入角色 以至于和角色打成一片 相信角色就是他的真我 不由自主地被自己如此真诚的表演 所感动了 如果真诚为一个人所固有 是出自他本性的行为方式 他就绝不会动辄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 犹如血型和呼吸 自己甚至不可觉察 谁会对自己的血型和呼吸 故隐自怜呢 写到这里 发现此语不妥 因为自从血型与性格 血型与爱情一类小册子流行以来 果然有人对自己的血型 故隐自怜了 故隐自怜吧 由此我获得了一个 鉴定真诚的可靠标准 就是看一个人 是否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 一感动就难免包含 演戏和做作的成分 偶尔真诚一下 进入了真诚决策的人 最容易被自己的真诚感动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有种种缺点 但绝不肯承认自己虚伪不真诚 承认自己不真诚 这本身需要极大的真诚 有时候一个人 似乎敢承认自己不真诚 但同时便从这承认中 获得非常的满足 觉得自己在本质上是多么真诚 比别人都真诚 你们不敢承认 我承认了 于是在承认的同时 也就一笔抹杀了自己的不真诚 归根到底还是不承认 对虚伪的承认本身仍然是一种虚伪 有做作的初学者 他其实还是不是真诚的本性 仅仅在模仿做作 到了做作而不知是做作 自己也动了真情的时候 做作变成了本性 这是做作的大师 真诚者的灵魂 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 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 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做作者的灵魂 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子 一个观众 当戏子和观众彼此厌倦时 做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做人生的大表演 哪怕不是表演给俗世和他人看 而是表演给上帝和自己看 仍然是一种表演 这是心中装着永恒的人 容易掉入的陷阱 他读着梵高的传记 泪眼汹涌 心想 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出生 我一定嫁给梵高 但梵高活着时 一定也有姑娘想向自己嫁给更早时代的天才 并且被这个念头感动得掉泪 而与此同时 梵高 依然找不到一个 愿意嫁给他的姑娘 恩 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